我们这个 从肩膀下来 上背部这三点 一般第一个要注意的就是位置 位置一般我发现 大家都会揉得比较狭面一点 那事实上它的第一点的位置 一定是在肩膀对过去 然后跟颈椎直线下来 它两个点的交汇处 那这一点有一点要滑下去 那我们推的时候 就是把这一个顶上来 然后这样直直下来 这一点刚好是如果没有揉到 很多人是直接就跳过这一点 就直接在这里上面 所以刚好跟肩膀相反 一般的错误是太往下面 那这里是太往上面 忽略了一点 这是一般最容易常见 然后再来站姿 一样跟那个脚 最好不要站到比肩膀更高的地方 这样不容易做出来 一般就是在肩膀对过来 那这一手是轻轻扶着 如果我要揉这一边 我轻轻扶着轻轻扶着做一个姿点 那脚好像有一点弓肩步 但最重要是在转身 转身最后也是 利用身体靠过去的力量 比如说我这样 好那第一点找出来 我就直接靠过去 所以我是用身体靠过来 那靠过来的用意是 要把身体的力量 压在这个支撑点 那所以我不出力 就是手为什么都是松的 我是用身体在调 然后这样 那手是往上面的 不是往下 这一点大家也稍微注意一下 那再来这里在推楼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这里跟这里都很敏感 所以一开始 这里都不能下重力 这里切记 一开始轻一点 那这个你们看 从这里会被我骗 就是以为我是斜斜的过来 不是我下去的时候 我在楼的时候是上下 我是这样 所以还是直线 所以如果你以为是这样横线 你会顶到人家骨头 那又犯了原始点按推 最重要的进气 不能碰骨头 但如果我是放这里 肯定已经碰到他的头 但我避开了 所以我说 我这样手 你们不要被我骗 我是 我还是直线在上下 因为我是往前后推啊 所以前后推跟 我的手这样 我这样也是前后推啊 我这样也是前后推啊 但我不是因为这样就这样 因为我们没有这种 往横向楼的手法 所以绝对不要不要以为 我这样是在之后做这样 还是这样 前后推 你看我们这样也是前后推 而不是用这样 这样横 所以很明显 我这样放下来 就避开了 就这样 另外一边横法 其实一样 不用再跑过去 这里因为也是靠身体 那我坐另外一边 这里靠过来 一样靠过来 那这样也是轻轻的 在交配处这一点 如果是放在这里 肯定已经压到他的头 但是我这样下来 我避开他的头 对 但是我手有没有放下来 有 因为为什么不能这样 因为我一般横 我的位置一定不会变 就是这里应该都有一个90度 就是可以把身体支开来 不会有一点压 你压了 手就 施展不开来那种感觉 被自己顶住了 所以第一个 就是这样 放下去 那你这个一定都做出来 这里也90度 这里也差不多90度 那整个身体是展开的 好 那展开放开来 那这样 那因为我 我是直线的 好 那越往下 就 就离开了嘛 对不对 那我还是直线下来 所以 不会跟他的头有什么 恨处 那你也不会有压力 患者也就没有压力 你说这个肯定是这样的 就怎么这么做 就是这个肯定了 什么时候 我刚才缓了 感谢观看